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为您现场直播的2011年全营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 第一场比赛 今天是由林丹对阵紫维布勒 这也是整个半决赛的第一场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德国选手马克紫维布勒 紫维布勒能够打进半决赛已经让人出人意料 那么他是在第一轮胜了印度选手叫卡士雅伯 第二轮暴冷战胜中国选手陈金 那么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 他是战胜日本选手山天和斯来到今天的半决赛 中国选手林丹 那么他在这次的全英赛当中 第一轮是胜了马来西亚老将黄中汉 第二轮是赢了印尼的卡姆巴卡 上一轮比赛是战胜越南选手阮天明 全部是2比0取胜 应该说前面的林丹 从他目前的这种能力来看 并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 今天我们也是为观众朋友们邀请到了 来自中国国家羽毛球队的女双组教练员赫向阳赫尔导 和我一块为您介绍听了 赫尔导您好 大家晚上好 大家赫尔导可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选手的一个基本的特点 作为林丹来说是广马球迷比较熟悉和喜爱的选手 那么可能作为马克来说可能大家不是很熟 但是其实马克的话 他的训练在启蒙阶段 应该是说在一位中国教练的带过他的训练 所以他的打法呀技术特点应该具备有那个亚洲的这种风格 所以手法也是比较细腻的 所以整个他能进入前四名的话 应该也是具备他自己的特点和打法风格 我们看这是林丹的竞技术 这是前面的三轮比赛 分别赢了黄宗汉 卢姆巴卡和阮天明 另外呢 这个林丹进入11年以来 目前是13战全胜 之前他参加过德国的黄金大奖赛 五战全胜拿了冠军 那么韩国公开赛 林丹是拿了冠军 决赛2比1胜了李宗伟 今年另外林丹也打过马来西亚公开赛 但四分之一决赛他就退赛 我们再来看这是德国选手马克·茨维布勒 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6位 11年的整个的胜负场次是6胜4负 职业生涯204胜96负 他的整个的竞技之路 第一轮胜的印度选手卡士雅普 第二轮胜中国选手陈金 上一轮是战胜了山天和斯 山天和斯这名日本选手 首轮能淘汰陶飞克 也是有一定实力的 所以这个茨维布勒应该说 虽然之前在这种世界级的比赛当中 没有取得很好的成绩 但是应该说也不是非常弱的一个选手 是吧 对 他应该是属于 他是属于德国的第一号蓝端选手 然后在欧洲的话 他应该是战绩也是不错的 就是属于一个比较优秀的运动 这是上一轮和日本选手山天和斯的比赛 这个旧球是不是还 应该还没伤还不错 可能也是体力消耗不小 打了三局 21比18 17比21 21比15 整个前面他的三场比赛 倒是打陈金那场比赛是打了两局就结束了 刚才赫尔导也为大家介绍 实际上 陈金最近自己的状态也不是很好 打完比赛自己也是觉得特别的便利了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来自英国的布拉姆雷 澳大利亚的裁判员布拉姆雷 发球裁判是来自英国 那么我们看这个马克·茨维布勒 他也参加了前面的德国黄金大奖赛 就是那一次 他在第二轮当中是赋于中华台北选手许仁豪 韩国公开赛 他和林丹有国相遇 当时是林丹2比0获胜 21比9 21比12 两局的比分还是 看起来有一定的差距 马来西亚公开赛 他也是在第二轮碰到中国选手陈龙 当时0比2告负 这个马克跟中国选手还是挺有缘的最近 韩国公开赛碰过林丹 马来西亚公开赛碰过陈龙 中国香港公开赛也是碰到陈龙 然后中国公开赛 当时碰到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张胜 这是二队的一位选手 对 之前都是0比2告负 没想到这个全英赛给了他一报仇的机会 2比0赢了成绩 看看今天对林丹的比赛 应该说以往他对中国选手的战绩都是以失败而高中 这次全英的话 升了林丹的话 给他也是可能是一个信心 对 赢了成绩之后呢 这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 问问这场对林丹的感觉怎么样 按说林丹现在应该是绝对的世界羽团的超一流选手 基本上除了李东伟之外 很难找到有人可以跟他对抗的快 但是马克还是说自己挺有信心的 林丹得做好准备 好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正式开始 马克先发球 一上来林丹速度好像还是挺快的 林丹目前主要的任务 可能还是要为这个后面开始奥运积分赛来找状态 对 没错 就是那个五月份的速递慢杯 然后是奥运会的积分赛 这球弹往上之后 没怎么往前去 林丹也是非常有风度 举手势力 但是这个球的确非常主动 就不弹往上估计也接不到 没错 球好像是过来了 嗯 一上来林丹的状态不错 嗯 准备的比较充分 林丹还是很耐心 好球 马克手上还有假动作 对 马克的往前技术还是比较好 他有平顿动作 所以可以控制对方的节奏 嗯 很可惜 这个头顶的突击出剑 这个也是对林丹可能是信心不足啊 嗯 这种球如果跟一般对手 他可能就是要得分的球 是 而且林丹应该说今天一上来呢 感觉上虽然只打了三个回合 但是准备还是很充分 没有因为对手之前没有太好的成绩 或者之前韩国赛很轻松的赢了对手 就放松 从开局来说应该是不错的 上网 嗯 这球突击 全英的这个比赛馆的话 应该说风向还是比较难控制 因为它馆比较大 嗯 它是一个室内的200米的田径场 嗯 然后把它空间 把它用布来割小 然后做一个羽毛球的比赛场地 所以运动员这个控制风向这个能力的非常强 嗯 就是大的那个场馆 因为风向都很不太规律 没错 因为它的那个管大 那个到处都是漏风 嗯 所以那个风向就就是有点摸不准 嗯 今天一上来林丹的注意力还是非常集中的 基本上 该拿的机会一点也不手软 开局打的比较激进 整个场上可以可以控制住那个收马克的那个节奏 然后这个时候也想力图加快一套速度 但是林丹一直可以控制它 林丹的头顶杀对角是它的得分的一个有力武器 接伤球 马克想抢一下 改变一下节奏 自己也失误了 人家这个手处理的比较消极 嗯 这是一个多拍 好的 名单一直很有耐心 也是把球先拉开 拉开以后再找机会进攻 这也是名单的一个特点 不着急 要稳住 其实对于马克这样的选手 林丹可以打得这么沉稳 的确让人觉得他现在已经到了一种境界了 没错 特别是他的自信心 这一点是非常不错的一点 哦 是 林丹觉得这个底下的积分器还不改 还是5比1呢 很清醒 大家在场上比赛 自己的分记得很清楚 之前对于这个全英的场馆啊 林丹反正也没客气 嗯 表示这个场馆呢 其实很多设施不太全 应该是天内 对 8比2 好 正好现场 嗯 非常不错 嗯 非常不错 这是头顶起跳 点沙对角 这个落点非常的刁砖 这两个左手的选手碰到一块也不太多啊 对 左手的选手还是相当来说比右手的要少 嗯 沙丘时速每小时235公里 这球出箭 哦 这球出的还不少 好球 差不多是个半场抽 林丹的后场只要重心能起来 他的突击那一拍威胁是特别大的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正手批对角 批杀对角 这个一般的选手也是 都是很难接到他的这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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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有点荒野了 这球对方往前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林丹挑起来有点被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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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哈哈 两个人还挺默契 这个马克15一个也抬头看灯 他这个灯光特别亮 有点刺眼 嗯 正好有时候球掉到那个灯光下面 所以就看不见 只能凭这个判断来掌握这个时间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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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难 比较难控制 是 这个时候就需要他去调节 好 又是一个这个 正手在点杀 起跳点杀 11比6 呃 第一局的这个前半局林丹打的还是 完全在控制当中 对吧 没错 稍微快一点 好 其他都可以 现在副主教练中波也是叫他 速度节奏要加快 嗯 那个马克他前面这个丢分的话 都是一个速度不够 第二个被林丹那个 把节奏去控制 嗯 所以他速度加不上来 嗯 可能在中场休息后 他们教练可能也会 也会 也会 把他那个 把那个战术可能会 进行一些改变 嗯 呃 感觉上林丹在前面5-6球 包括一上来 速度还是很快的 呃 后面好像他是不是有意去控制一下 对 可能就是说想拉开 把节奏找一找 嗯 但是那边 因为那边是顺风 所以后场主要是后场接外几个球 嗯 其他地方都是不错 就是那个风向这一块 可能还还是就是要注意 嗯 稍微调节一下 对 嗯 头顶 点杀直线 这个球呢是 林丹 杀得很突然 嗯 其实也不是说特别特别边 但是马克可能是有一些 有一些紧 对 肯定有一些惧怕 所以球也是 十五 这球主要还是他 手上 就是还是由于精神紧量造成的 是吧 基本上也在手边的球 没打着 三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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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暂停回来 林丹又连下两分 再看 打球 哈哈 就感觉越打越轻松了 林丹这个起跳 难掉 球很近 所以直接把那个 那个马克可以直接拦死 马克刚才这个球这一下 应该也是有汗水 留在这个场地上 微胶水给擦一擦 一个是防止自己受伤 另外一个我觉得他可能也需要 调节一下 嗯 黄口气 一上来连续又被林丹得分 想点办法 其实从这个看 角度看还是挺有信念的 好的 十五比六 林丹也刚才也是通过这个往前的变数 然后给后场创造一个进攻的机会 现在马克没有什么球路来来限制林丹 对林丹 微信也不大 所以他自己整个要要求就不要急 后场突击十五 接外 好球 好球 嗯 这球想法真是好 已经完全看到对对手的这个移动方向 做了一个停顿 对 也要求太高 这明显接内 对 嗯这个林丹一个回放数 稍微轻了一点 8比17 8比17 机会 哦 再来一个 林丹现在是心态很放松 嗯 出的球质量特别好 往前 出球质量非常高 迫使马克的这个挑球半场 对 这种球打的随心所欲了 对 没错 基本上马克被定在场地上已经动不了了 大家看这几个回合 我说林丹基本上站在场地中间都不动 而马克是左右前后飞均的 打得非常自信 嗯 9 8 确实由于双方实力上的差距还是比较大 嗯 嗯 林丹这场比赛至少从这第一局 呃 局面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 对 马克没有对他造成任何威胁 嗯 马克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办法 他也没看出他有特别突出的技术 应该说技术特长啊 这个一个是林丹可能完全控制了他 嗯 嗯 第二个他的现在他的速度一直上不来 嗯 所以整个被林丹控制了 嗯 21比8林丹拿到第一局的几点 这是林丹的一个滑板掉直线 非常漂亮 哈哈 哈哈 林丹没有往前勾对角 但是这球 没有过 嗯 他往之后出界了 这样第一局比赛 林丹21比9赢下来 这跟之前今年的韩国冠海赛碰面第一局的比分一模一样 这第一局 用的时间 应该是说比较短没有什么拍子 嗯 嗯 真的很轻松 对 那么第二局可能 应该说马克看 他在战术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嗯 首先那个速度如果上不来的话 应该林丹还是会打得比较轻松的 嗯 就看他他能不能在速度上面 首先在速度上面加快 然后跟林丹去对抗 嗯 那这是第一局的技术统计 往前球还真是差不多 但是在后场的下压上这个林丹还是明显占了上风 呃非受不幸失误都有六个 呃 发球上林丹主发了一个短球 这也说明林丹在整个厂商一直是占据了主动群 你觉得马克第二局应该采集了什么变化呢 不能这太被动就完全在这挨打呀 呃刚才说了除了速度上加快以外 他可能应该要去加强一些进攻 嗯 因为他这么呃一直被林丹牵制住的话 他没有他的进攻武器得不到发挥的话 他整个他在想跟林丹去抗衡的话 还是比较困难的 嗯 就实际上你要是跟林丹一拍一拍的拼这种控制力的话 几乎没有任何机会 对没错 马克换了拍子吗 应该是换了一个拍子 然后再试一试那个感觉 第二局开始 还是非常被动 林丹这个 这个球呢是给后场给出界了 但实际上如果在界内 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对 应该这个球处理的有点消极 嗯 嗯 现在看 从这个球看出 马克换确实是加强了场上的速度 嗯 然后可以下压的这种几率 嗯 这种几率 但是他的效果不是很好 因为林丹的防守确实也是特别特别好 嗯 然后林丹通过这种防守反击 杀这个追身球 直接得分 是 嗯 虽然我们说这个马克可能 会通过什么方法来找到找到 试图找到一些办法 但是这种比赛终究是靠实力说话 是吧 林丹基本上现在 呃 已经到了没有什么破绽的程度 对 那么你要跟他对抗呢 起码你的从技术来讲 也要达到这样的水准才行 你的林丹是非常全面的 嗯 所以你要赢他的话 除非他自己出现问题 嗯 你才可能去赢他 如果他自己 呃 比较稳定 然后 一般是 对手是很难赢他的 嗯 嗯 嗯 第二局上来的马克加快了点速度 还是稍微有点效果 感觉林丹不像第一局开局抓的那么紧 对好像是有点这个速度上面有点有点下降 嗯 他应该还得要把那个节奏要加快一些 这种比赛争取速战速决 对 因为第一局 以悬熟的比分 取得胜利以后 第二局可能会 会有一些松懈的这种 这种 这种思想 好球 用手突击直线 嗯 可以 大家可以看刚才这个 镜头啊 马克 虽然从第二局上来加快速度 然后 比分上有了一些收获 但是这个体能上的消耗 看来不小啊 整个第一局都是林丹控制他 哼 跑动 所以他的体力消耗相对来说 确实是大一些 嗯 突然发来一个后场 整个大局 比分上 三平 三平 就没有够啊 放完 好球 就是一座拍 这个多拍已经是起码有20多拍了 多分点还是林丹 加速出击多分 这个球呢 尽管看来双方拟来过往 但实际上的主动拳依然在林丹手里 他只是要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结束这个回合 林丹这个突击啊 他是很隐蔽 所以他对手很难判断出 他是掉还是高 还是杀 所以他动作很小 暴力很强 所以他杀下去 这个球威胁很大 就整个经常会说 他的动作一致性会非常好 对 混然一体啊 你很难这个 从他的动作当中 可以预判出他的这个球的路线 嗯 这杀球正好被林丹等正着 感觉上 马克下压这下好像威力很有限 对 这个跟那个林丹的那个球啊 处理的质量比较好 有关系 嗯 球特别到位 所以他杀下来的球 相对来说威胁就小很多 嗯 就是同样是下压 可能林丹一定是通过他的这种拉掉之后 找到非常好的机会了 然后我才突击这一拍 对 可是这个马克有的时候是挺勉强的 还是在一个很被动的情况下 甚至是很无奈的去突击这一下 他有时候他也是没办法 嗯 他再打过来 如果实量不高的话 又给林丹突击 麻烦 所以他还不如自己先下压 嗯 出点 马克也是基本上就是以打林丹的反手为主 嗯 因为那个左手嘛 左手握牌的那个选手的话 一般头顶这方面还是稍微相对说比正手 这个攻击力啊 这个全面性啊 要差一些 嗯 好的 那么舒克 马克也是这个 这个 嗯 他也是一个 因为左手握牌的那个选手 马克 头顶杀了一个直线 现在马克就是拼命找机会下压 所以他的战术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至少我这样还有一点机会 对 要跟着一点 一板一板的拉掉的话 活活活一会儿就被林丹给累死了 估计 林丹一个头顶的点杀对角 特别突然 嗯 嗯 嗯 伤手握牌的 好久哦 这个 对角线勾得不错 马克的技术应该说还是比较犀利的 他的前场技术相当好 感觉也比较好 但是相对来说后场的进攻可能会软一点 爆发力啊 这种力量啊 攻击力就没有令他那么凶 原来要求换球 调整一下情绪 第二局相对来说呢 双方这比分还是咬得比较紧了 对 羽毛球这个项目有一定的规律 第一局啊 如果大比分赢的话 第二局相对来说就会紧张一些 就比分相对来说会交替上升 这个一般是什么原因呢 好像从结果上来讲经常会有这种现象 对 这个也是一个是选手的那个适应能力 他的调整包括的战术就非常明确 那领先的这一方呢 相对来说可能比较轻松 一些困难准备啊 可能也做的不是说特别充分 然后那个应对的方面会反应会慢一些 尤其是第一局领先的比较多 对 我觉得我正常这样打拿了下来了 而落后的一方他是要拼命求变的 对 因为你在明处他在暗处 嗯 哇漂亮 哈哈哈哈 我觉得应该是个最美的 这球是接外 很接近 但是从问你看是接外 马克现在也是打开了 自己的实物相对来说要比第一局少了很多 第一局啊 我觉得刚开始就一上来那几个球啊 被林丹给压住之后 他有点不太敢打了 对 他刚开始有点虚 对 这第二局呢 想开 其实算是个机会 但是上这一下球还是有点低了 已经没打准 那么输了一局之后啊 这马克反而是完全就放开了 反正我也输了 我就当输了比太大 他没什么包袱 他的他的名气啊 成绩啊都没有林丹那么大 那么好 其实从马克来讲 能赢一局赢林丹 这都算是赚 没错 而且与盲球比赛的确经常 大家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就像刚才 何志老为大家介绍 就是第一局有时候大宇分赢了 但是后面你还真不好说 被人连本两局的时候也有 但是不是说这场 我觉得这场双方的实力差距的确比较大 不觉得马克从能力上 有这样赶超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林丹还是 但林丹还得有耐心 对 对 整个厂商应该还是林丹 还是比较主动的 现在马克是加快了速度 然后前厂控制的比较好 好收漂亮 马克通过调动马克的跑动 使他出球质量不高 然后达到了机会 马克也的确是见了全力了 这个球打的 对 第二球打的比第一局要好很多 这一个头牌之后又需要稍微换一换 全赛现场的观众上多率还真是不错 全英比赛每年都会吸引很多观众去观看比赛 特别是有很多华人 我现在去为我们中国的作为公围 嗯 还可以在现场看到非常多的东方的面孔 没错 这是应该说迄今为止历史最悠久 也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项羽毛球赛事了 还有101年了 而且中国选手在全英赛上的成绩还是一直非常不错 而且总的对全英赛有点特殊的感受 也是比较重视 因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比赛 嗯 有几项我之前看过就是最近十年 也就算21世纪的这个前十年 从01年到去年10年为止 我印象到男单好像是拿了七个冠军 女单还是拿了七个 女双好像只有08年丢了一次 拿了九个 其他的这个男双稍微少了点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男双一直是我们比较薄弱的项目 对 出了一个出了这一队参与快风 还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但是这次柴彪和郭震东 组队以来应该说势头还是很不错 一会儿我们也应该能看到他们的比赛 今天会遇到一个非常强的对手 丹麦的鲍业和伯格森 嗯 我们再来看这一局 川芳现在已经打成十比十平 回放 这局都没过了 嗯 下完 第二局那个马克思打得非常有耐心 嗯所以从场上的节奏啊 嗯 然后就可以跟上跟上铃丹的节奏 然后自己的食物也减少 嗯 相比之下铃丹这边 然后食物相对来说就增加了一些 嗯 然后速度 没有说 速度再加上去一些 对 对 然后 看这个很细的这种感觉 体能消耗巨大 拿着这个喝的水像拎着一瓶啤酒一样 哈哈 因为他跑的比林丹要多 嗯 然后林丹控制他 像这样的对手的话 林丹很高水平 所以那个节奏方面的掌握啊 球数的控制啊 都会要控制着那个马克 所以相对说他的付出要比林丹多很多 嗯 他几乎是总是前后左右反复的在冲刺 冲刺一般的这样在移动 对 他如果跟不上的话 那他就会被林丹找到机会 嗯 看第二局的下半局林丹应该这会儿加快一下节奏 争取直接在这一局结束战斗吧 要出戒 这个感觉出戒还不少 嗯 对 出戒了 嗯 嗯 嗯 应该这时候肯定精力会有点下降 对 行 嗯 马克这会儿还真是越打越自动 这技术发挥 对 完全放开了 好球啊 漂亮 林兰这个球吹的稍微平了一点 再过头一点 然后马克就用这个好的实力 感觉这会儿马克比林兰打的更专注 第二局 谁比此事落后 现在就是需要林兰找回耐心 不着急 好球 这球其实只要林兰自己不失误的话 确实压到了一点点 这球正好是压在线上 王兴加油 你清楚的听到中文加油 中国人很多 回放又是小了 林兰这局的失误还是多 对 这局比第一局要多很多 还是赢了第一局以后第二局还是有点急 不想 可能是不想念战 然后早点结束战斗 像这种 好球 刹着点也非常准 这局也就是在边线上 而且这个速度一直很快 对 这个球是他把速度加上去了 林兰应该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他在场上这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Dawson自己感受迫by 额 这个球 也不分达 实际上 动力检 reins D plain command D plain command 试音 D plain command 龙盖 现在罗侯三分 13比16 如果单从这局来看 林丹真的要抓紧了 对 这个时候要把战术变一变 出界 这球林丹的判断不错 是4比16 出界外 嗯 林丹也是现在主要是控制 马克的头顶区域多一些 然后主要以控制那一点为主 然后再调动其他的点 来配合来 执行战术 对 林丹主要现在自己手上不失误的话 应该说这个比赛完全还是在他的手里 对 对呀 哎呀 大球 这球应该正好落在这脚上 太准了点 16平 这个打得非常强 嗯 对 放往前 来给 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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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比16 17 16 16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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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7 17 18 17 17 18 18 21 21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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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18比16 这第二局追不乐还是有点希望 马克打得特别有难心 所以他球也打得非常合理 然后节奏也控制得比较好 反而林丹还是有些着急 哎 这种球是不应该的失误 是9比16 这一局林丹还能不能拿回来 其实这种球是不应该有的失误 这种球已经下来了 属于相似球 耐心一点过渡一下 再找机会 10比16 像马克手里握着4个局点 第二局 又是底线附近 这样21比16居然让马克搬回了一局 双方全场比打成1比1平 这一局林丹主要是还是自己食物比较多 嗯 一个是耐心也不够 然后速度没有加上去 所以造成第二局的失礼 好像感觉整个第二局林丹的这个节奏就一直上不来 有个别一两个球好像好一点 然后就又又下了 整个状态没有出来 嗯 第一局大比方赢了以后第二局对的状态 就是没有在接在立 好状态 有的时候这种情况怎么调整 如果作为教练的话 应该是应该是说像 一定要做好困难准备 第一局大比方赢了以后 往往第二局对方一个是放开了包袱 然后心态也放好了 然后也适应了你的球 嗯 然后其实这个时候就更要做好时间准备 困难准备 嗯 如果说稍微松懈一下 可能就会对方就会翻盘 嗯 我看这局的一个失误的情况 林丹有十个失误对手只有四个 这一下儿林丹就被对手了 多丢了六分 对 其实这是一个 对 这局你想 16比21 输也就是输五分 直接失误就是六分 对 同心加油 而且这一局一共就 对方拿了21分 你是林丹是送了十分 对 一半的分是自己失误给了 这个 要不是技术能力的问题 还是这个心理上如何调整 林丹还真是需要尽快调整 因为毕竟这就是绝胜局了 已经 嗯 确实刚才第二局那个马克也是打得特别好 嗯 而且那个状态啊各方面都调整的不错 包括战术的变化啊 场上的这处理球的果断性啊 都比地域要强很多 嗯 嗯 那两位中国教练也是非常专注 第三局是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 对 我想林丹应该会 刚才应会调整出来 嗯 嗯 中开局 就是要抓住 哦漂亮 马克这会儿还真熟 马克也是鼓的 是啊 守住一边 嗯 嗯 好一下正被他给守过去了 但是很勉强 再调回来也没办 嗯 好一下喔 这就是一番叹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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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四姐 这个四姐太多了吧 这三分的话 林丹就看出来就是比第二局积极多了 嗯 所以厂商这个速度也会控制对方的这个节奏 也基本上就是掌握自己的手段 是 所以看出最明显的区别 马克也是在努力的想去跟 但是真的根本跟不住 好 小林丹能重视一些 嗯 投入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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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林丹一旦这个给了对手压力之后 马克自己的失误也多 对 不像第二局我们说马克发挥的是非常好的 但实际上呢 这个嗯 比赛都是这样 互相抑制 此消彼长 没错 你现在通过比赛看 林丹的前场 这个击球点 要提高了很多 它也是一个积极的表现 接生剧上来林丹 现在是无比领先 开局不错 机会 这又是一个多拍 马克一个疼痛起跳 一个甲动物收掉 落点很贴望 这个动作也是非常漂亮 马克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 对 它技术非常不错 动作很规范 好像就之前像 我记得赫导介绍过 好像跟 对 跟中国的教练学习过打羽马球 嗯 就是看他打球 实际上真的 你会觉得很眼熟 哈哈 真的很多欧洲选手打的球 他的风格会跟中国的运动人 有很大的不同 对 打了一个追身 所以马克来不及防守 处理的质量比较差 这也是非常拼命啊 愉悦去救了一个球 现在在这种 与马球的比赛当中 这种救球动作也是越来越多了 我记得最早好像 林丹 林丹特别多 对 他开始用的多了 特别是他的接纱 对 但是他接完以后他又能起来 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很佩服的 嗯 又来一个 嗯 他很灵活 好球啊 好球 这就是调整的比较好 如果往前的高点去控制马克 是马克 出于被动 嗯 马克要求换球 应该一直在压的时候底线 对 再次就是把先压底线 把它拉开以后再找机会 对马克的前场还是不错的 嗯 也度度也比较比较小 然后技术比较细腻 威胁也挺大 尽量不给他来到前场 对 从容的机会 对 打开他以后 他的速度 他的能力 就是相对来说要比领弹差很多 嗯 所以这样的效果就特别好 8比2 哦 你回放的很好 所以这个球可以再接着 推压后场 好球 嗯 这球抢的不错呀 你着急啊 想法比较多 对 想用假动作滑板去骗死对方 对吗 哈哈哈 如果要是进去了 肯定就直接得分了 是 这样马克又连追了2分 马克又连追了2分 对 可以是假动作停顿 控制铃铛后场 现在这个时候要耐心 吃外了 现在是9比4 你先5分 好球 准备马克想突然加快一下节奏 但是在林丹抓个正苗这一下 对 这个球脚步擦了半步 有些对方挡网 突然一下对方是弹后场 脚步没有来得及调整 大克的手上规伙还是有两下子 不然也不能打到四枪 这个球质量非常高 双方交换场地 我印象当中刚才这个球 反正今天双方真正是互相在往前争夺 真正战斗上风 就这么一个球 它其实也是一个机会 首先把马克先调到后场 然后前场的压力就没那么大 因为他的出球的心理 就自信心感觉 就会更充沛更有时间 球的质量也更高 这会儿应该说局面上包括这个比分上林南还是优势明显 但是这个马克呢 现在还等于说他整体还没被打散 还有战斗力 所以林南现在不能过早放松 一个是要保持前半段的这个节奏 第二个就是要注意马克 后半段看是那个战术有什么变化 嗯 后来一件球衣 奇怪 12比5 好球 连续进来 看来这这边好像是顺风 是吧 好球 好球 我们在头顶起跳突击 这才抓得很好 这也是提前预判到马克的正手会推跳一个直线 哎呦 好球 这个球呢对方在往前基本上没动 就算勾过来的对角效果未必会很好 对 嗯 应该还是推推后场比较比较合理一点 嗯 然后调动他跑正好合符合这个整体的这个战术 嗯 嗯 一会儿我们会为今天短信参与我们这个比赛互动的球迷朋友送上这个林丹 现在身上穿的同样的队服但是还是有林丹的签名 我相信会有很多球迷非常想得到这件球衣 对应该是很尊贵 对因为这件球衣也是林丹公司刚制造出来的专门为了这次比赛 嗯 这个球服看马赫也很有意思 今天三局球每局换一架 运动员粗汗也粗的比较多 然后换着新的衣服的话 它的经历啊会好一些舒服一些 嗯 下了 下了 嗯 这一局比分上拉开的比较多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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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好球 我对了啊 这个也是林丹的整体实力比较强 虽然第二局打的不是说特别好 嗯 那个马克又是发挥的特别好 第二局输了 那第三局在战术上的调整啊 心态的把握啊 整个比赛就是又在它的掌控之中 嗯 是不来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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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8比17 王克发球 现在马克是控制往前了 他要抢工 后半断以后他不加加速抢工的话 他可能也没机会了 这球出我都没错了 应该还需要更耐心一点 对 应该这个球要是过去了 马克也是够呛 好球 计划 这球杀完之后上网了一下 准备很充分 我们的突然起跳 杀直线 这个杀球时速258公里每小时 因为单打的杀球时速也没法跟双打比 对 因为双打他两个人 后场杀球的没有任何顾忌 放手可以杀 没错 而且那个单打他还要讲究一个落点 那个双打的话 他相当于说他的重量更要求更高 落点当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有一个同伴可以给他保护 对 我就特别好奇 就是如果让林丹放手来杀的话 他这个时速也应该不 不至于双打连走 应该300公里以上应该也是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的 对 因为他的报复力是相当好 所以大家看羽毛球的这些杀球的时速记录 都出现在双打的场景当中 就是由于不同的项目的特点决定 漂亮 马克这个球已经是质量很高了 嗯 那么林丹这个球还是在高难度的情况下 还是把球打过去了 还是比9 林丹拿到赛点 马克还是很努力 表演一下 哈哈 对 这个球应该说大家心里边都比较有数 这个球应该是落在街内吧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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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个世界外 看个世界外一点 财阀水平也是非常的高 嗯 这种球我们是通过慢镜头 就是看啊 这间的世界外 但是在场地上 一瞬间的事 对 那个角度 角度很关键 我们都不在一个角度上面 嗯 嗯 我们打球下瓦 这样 马克再追一分 11比20 这个比赛 就看林丹在第几分拿下来了 对 嗯 林丹也是一直控制马克的头顶 马克还挺黏的 哎 搞得这个球也是 抓到了林丹的正手 杀的一种 嗯 就看 搞到 像 第三几个比分是21比11 你看林丹是21比9 16比21 21比11 2比1的区分 战胜了德国选手马克 斯维布洛 闯进决赛 应该说整体上今天马克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 对 应该说发挥的超水平 确实是第二局 嗯 我再欣赏一下最后这一分 我们跑到后场反手 应该突击斜线 这局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嗯 马克也是没时间去接这个球 马克 林丹赛赢下这场比赛呢 实力使然 而这个马克呢 我觉得这次全球赛能够打到四强 应该是他这个职业生涯当中 马克